數據預報 然後大概知道說 就是接下來幾天的天 接下來幾天 大氣的環流是怎麼樣的配置 雖然只是一台簡單筆電 卻是陳柏宏 每天氣象資訊來源 國內外氣象網站 搜集資料或是電話請教 鞭策自己對氣象融會貫通 我們取得資料完之後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有其他程式 他會幫我們就是 大概定點說 颱風的暴風圈會多大 接下來工作才真正開始 就是將資訊用最簡單的PPT 疊圖方式製成圖表 不願採用官方範本 因為他認為不夠精緻 也不夠親民 陳柏宏用圖示 用文字幫助民眾理解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資工的 所以包含一些裡面的 程式的語法 或者是版面要怎麼去排 那可能就是會耗費 很多天的時間 一切通通從頭學 陳柏宏今年也才24歲 成大都市計畫所二年級學生 與大氣科系並不相關 但從小住在蘇澳 經常面對颱風 讓他有了念頭 創立台灣颱風論壇 那一年他才高中而已 拿著自己小小的機器去買了一台小筆電 然後就建了這個網站 因為我怕我家人會發現說 我就把小筆電都藏在天花板裡面 年紀雖小 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興趣與目標 就是將氣象轉換成簡單的語言 例如抓寶指數 不浮誇卻貼近名聲 也難怪網站營運七年 已經有七萬多名粉絲 他認為這個平台目的 在於資訊傳遞風險溝通 但當年可吃了不少苦 高中生得負擔每年好幾萬的營運費用 每天都在想錢 錢怎麼辦 小時候什麼押稅錢或者什麼 押稅錢利用錢累積起來 然後就全部都投到裡面去了 沒錢沒收入一度讓他退卻 但他撐下來了 這股勇氣正是現在社會最需要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觀察到 來到了書店都會看到有關於像是 參考書啦或者是小說啦 或者是財經等等相關書籍 同時你有沒有發現可能也會看到類似 像這樣子有關於勇氣 或者是勵志成長的書 也一定看得到 勇氣這兩個字散布在書店各個角落 任何事情只要有了勇氣 一切都有機會從不可能變為可能 茫茫書海中 畅消書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想說這邊還有什麼可以讓我更有 腦袋更有一點智慧讓我轉開 所以就翻一些書來 智慧新聞事件之後 可能就是會有比較多客人 需要這一方面的書籍 然後來增加自己心靈上面的一些 那個慰藉的部分 所以才會銷售會增加 我們從書店觀察發現 勵志或勇氣正能量相關書籍 在整家書店當中 數量佔比約一成 而銷量約有5%到10% 但如果發生了社會事件 佔比就會增加一成以上 一般客人都可以去看的書籍 所以並不會有分季節性的一些銷售狀況 所以這個書的賣的狀況一直都很穩定成長 對 不分但忘記這些書籍總能在書店中佔有一席之地 專家說原因或許就是現代人缺乏勇氣 果足不前 我們的社會看不清楚未來的路 不管從經濟或者各方面的社會 或者是現代人的文明 這些煩惱有時候甚至會產生很多的 我們講身心壓力 一般人當然我們會是說要尋找心理師 但是其實大家對心理師 我們國人對心理師這個概念 其實還不是那麼的熟悉 空氣中弥漫著什麼氛圍 代表著這個社會正缺乏什麼 林強這首歌提到了什麼東西 正是當時1990年代的寫照 勇敢去闖就能造就今日的繁華 邁開步伐向前行就能找到自己的路 TVB新聞吳建宏華盛家台北採訪不到